3 2 1 在这一年里有许多国家大事发生 雪山隧道开通 第十一届总统大选底定 台北时间2004年5月21日 上午1点47分 总统宣誓就职后的第二天明晨 第一颗完全由台湾自主控制的卫星 波尔摩沙卫星2号 在美国范登堡发射场顺利发射 发射2号卫星顺利来升空 这是所有参与计划的工作团队 让台湾在世界太空科技的领域 能够拥有一席之地 成功升空的浮卫2号 进入距离地表891公里的轨道飞行 主要任务是对台湾及全球陆地及海域 进行摇测作业 每天绕地球14圈 经过台湾上空两次 是世界唯一可以每天对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拍照的太空摄影师 画面及时而且清晰 浮卫2号影像产品行销全球 从2004年发射以来 每天不间断地替地球每个角落拍照 不过就像一般拍照一样 要拍得好拍得清楚 也得要天公作美才行 这里是基隆语 中年多云阴语 为了拍到这里的空照图 浮卫2号足足等了两年 而当地球上有重大灾害发生时 太空摄影师的工作就变得无比重要 2004年12月 南亚大地震引发海啸 伤亡人数前所未见 国际发挥人道救援 台湾也没有缺席 除了派出救援部队之外 浮卫2号也从太空中提救灾出一公里 为了接收第一手海啸的资料 帮助灾区救援工作 从2004年12月28日到2005年1月2日 在这六天之中 太空中心每天晚上 这些影响 挑灯夜站 接收分析 辅慰所传回的资料 我们的影像印出来了 这个是拍南亚海啸的 你看这里是普吉岛海滩 你还可以看得到那个波浪 感觉有预约有波纹 我们这些影像连续拍了好多天了 有没有给到其他单位去 有啊 各单位都已经给出去了 灾区是在第二轨大角度地区 我们怎么做到的 那事实上这两个如果都是45度的话 代表我们复卫星可以转60度 所以我们分析过 复卫星应该可以做得到 短短六天 辅慰二号共计提供150幅灾区影像 让救灾队伍 得以及时获得最新线索 深入灾区进行救援